這條就是factorize這兩個損失 部分A其實用CrossMap就可以了 變成A-5B 然後A加3B 有些同學是用計數機 直接出到那個數字就是5-3 但你要寫個因色分解的樣子 變成減和正3,調轉的正負值 還有記得補個B給它 因為這次是有個B在後面跟著的 到部分B了 看到有5個Term 頭3個Term是跟部分A一樣 即是直接可以用這個 直接召叉 後面就抽正7 然後只剩下 bracket A-5B 看到A-5B大家都有 先寫出來 後面只剩下A加3B 再加7 這樣就完成了